英國首相約韓信華正是仔細考慮華為參與當地5G網絡建設的問題 數碼、文化、媒體及體育大臣杜永敦說 在美國制裁之下不能再保證華為產品是否安全 當局容許華為有限度參與5G網絡建設的決定 亦都並非最終定案 目標今個月底國會休會之前公布最新決定